欢迎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军演讲故事 由英军儿育文化传媒与阿里文学联合出品 第1043集 还以为她会和刘芬复婚 结果找了个二十多岁的女人带回来扯证 趁是 老天爷咋偏叫这样的蠢货发了财 村长当着面恭维夏大军 回了家却疯狂吐槽 他老婆翻白眼 你们男人就这样 管不住裤裆里二两肉 看在有出息的女儿份上是该复婚 或许是刘芬不同意 这谁知道啊 反正夏大军当初离婚 就是因为全家都欺负刘芬和夏小兰辈 夏长征和张翠不像个张长辈的 居然请人要把侄女的手打断 夏小兰也不是吃素的 把大伯和伯娘搞去了牢里关着 连夏子玉都跑了 到今天还没抓住 大河村的风气不好 村长的老婆也不算啥老好人 但坏人也分程度 都比是像夏大军这样的蠢货 侄女比亲生闺女还重要 村长老婆一边数着钱 一边继续骂 你说夏大军是不是蠢驴啊 他大哥和嫂子不是个东西 搞得他妻里女散 他至今还没回神来 还把夏长征的儿子 带去大城市养 这才真是大好人呢 大好人三个字加重了语气 两口子都嘲笑了夏大军一番 也是羡慕极度 蠢货都能发财 村长老婆心里想 这世道就是女人吃亏 同样是离了婚 夏大军找了年轻好看的新老婆 夏小兰再有出息 刘芬却不太好嫁了 刘芬自从和夏小兰一起离开后 再也没回过一次大河村 大河村的人对他印象 还停留在从前 又黑又瘦 干瘪苍老的模样 从长相看 和夏大军新娶的年轻女人 实在不能比 夏大军回村开证明 村里人生怕漏拍了有钱人的马屁 凑在小雨身边 也是这样说的 小雨忍不住摸着自己肚皮 她虽然没见过夏大军前妻 可两人差了十多岁 对方自然怎么都比不过她的 那女人也是个笨蛋 夏大军以前窝囊无用也罢了 现在可没少赚钱 要换了她 早就主动要求复婚了 是怕夏家人 真是没用 略花心思就能把夏家人 给收拾得服服帖帖 小雨正得意 冷不防拍马屁的人提到了夏大军的女儿 唉 亲生母女哪有隔夜仇啊 她将来还是要劝劝大军 小兰那么有出息 一直不缓和关系 哪行啊 就算你们将来生个十来个 那也比长姐小了二十来岁 靠长姐拉伯的时候多了去了 小兰那丫头长得漂亮 念书鞋 将来前程差不了 小雨猛然抬头 你说啥 拍马屁的人吓了一跳 磕磕巴巴 我 我没说啥呀 不愿意就罢了 是我说错话了 大军现在发达了 哪用得上一个丫头骗子拉吧 小雨却已经听到了 你说大军和前妻生的女儿叫小兰 像小兰对不对 有个舅舅叫刘勇 对方点点头 夏大军这新媳妇咋回事啊 看起来好凶 却不知道小雨浑然像是被雷劈了 她知道夏大军有前妻 有女儿 却没有把夏大军和夏小兰往一处想 这也不怪她 刘天权都不知道的是 要如何告诉小雨 刘天权要是继续在鹏城 早晚会知道夏大军和夏小兰 刘勇的关系 这不是中途就被匆匆叫回香港了吗 小雨和夏家人住了那么久 却也一直不知道 因为夏老太提起夏大军的前妻和女儿 向来都是用贱货和破鞋来称呼 小雨讨厌死了夏红兵一家 这些人都是来花夏大军的钱呢 自然也瞧不上蠢笨的盲金贵 周里关系没搞好 不曾私下里聊过刘芬和夏小兰 所以直到此时此刻 小雨才把一切都联系到一起 安庆县 夏小兰 父母离婚跟着母亲回了舅舅家住 姨妈是梁炳安的老婆刘芳 刘芳牵线搭桥 想把夏小兰嫁给樊镇川 好多磕碎珠子 全被一条线串起来了 小雨只觉得肚皮隐隐作痛 瞧她难受的样子 把拍马屁的人吓坏了 夏大军本来被村长请去堂屋喝酒 听到这边的动静赶紧跑过来 赶紧把小雨送去镇上的卫生院 卫生院给小雨做了治疗 告诉夏大军孩子保住了 夏大军松了一口气 直接瘫坐在了凳子上 陪着来的村民几眉弄眼 原来是怀上孩子了 夏大军真有本事 你们和小雨说了啥 她咋忽然就肚子疼了 几个村妇支支吾吾 谁知道不能提刘芬和夏小兰呢 病床上的小雨却悠悠转醒 抓住夏大军的手 大军 不怪大家 可能是坐车累着了 孩子保住就好 夏大军是夏小兰亲爹 小雨的日子原本过得多优渥呀 樊振川要是不倒 她跟着樊振川吃香的喝辣的 除了没有名分 来找樊振川办事的 在她这个保姆面前也小心翼翼 夏小兰一出现 把小雨的生活彻底毁了 哪怕樊振川没有被抓 为了和夏小兰结婚 也要把小雨送走 樊振川一倒 她在河东县生活不下去 一路南下 被骗又被卖 吃了好多苦落到刘天泉手里 刘天泉也不是个好东西 刘天泉让她勾引刘勇 刘勇人瘦小 其实还真是个正经男人 夏大军就是老实男人了 还不是婚前和他滚到了床上 只有刘勇 从头到尾都没碰过他一根手指头 小雨觉得刘勇挺靠谱 当时真想跟了刘勇 谁知道夏小兰又出现了 刘勇是夏小兰的舅舅 她和夏小兰真是上辈子的冤孽 刘天泉让她勾引夏小兰亲舅舅 然后又是亲爹 小雨之前情绪激动 现在心情也没平复 但先前是震惊 现在是洋洋得意 夏小兰再厉害 还不是马上要当她妓女 等她成了夏小兰后妈 不晓得夏小兰又是什么表情 反正夏小兰是别想妇女和睦了 夏小兰她妈妈 以后想复婚都是做梦 小雨拉着夏大军的手 大军哥 你的证明开好了 咱们早点回河东县 把手续办了 她说着眼神往大河村的人身上描 夏大军猛点头 都疑你 村里人都知道小雨怀孕了 不快点办手续怎么行呢 小雨这种情况 也不知道是不是违反计划规定 夏大军还挺害怕 寄生伴的人把小雨弄走 两人轻轻热热说话 大河村的人觉得辣眼睛 从前都说夏小兰搞破鞋 到底没有亲自抓住 现在才知道 原来厉害的是夏大军 都没结婚就把女人的肚皮搞大了 现在急着扯一张结婚证遮羞 这个小雨也不是好东西 年纪轻轻的和夏大军混在一起 先怀孕再扯正 做女人如此不检点 夏大军头上的帽子 隐隐透着绿光啊 鑫子 和音乐 寻生伴的人 词起来